各位早上好 欢迎达成2023年4月23号星期日的凤凰早班车 我是贵阳子 首先带您关注今日头条 中国国务委员见外长秦刚22号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会见菲律宾总统马克思 他促请非方妥善处理涉台涉海等问题 切实回应中方正当关切 马克思则表示非方将一如既往克首一个中国政策 非方将坚持独立自主不选边站队 秦刚传达了习近平主席对马克思总统的问候 表示中非建交以来的历程充分证明 相互尊重 友好相处 重信手艺 互利合作 符合双方根本利益 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值得汲取 面对新形式新挑战 双方要牢牢把握两国关系的正确方向 为推进合作创造良好条件 确保中非关系沿着健康稳定的正轨继续向前发展 秦刚指出 马克思总统今年年初访华期间 双方发表的联合声明确认 两国要做好邻居 好亲戚 好伙伴 希望非方与中方共同努力 实现这一美好愿景 希望非方正确把握历史大势 着眼地区和平稳定大局 从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出发 妥善处理涉台涉海等问题 切实回应中方正当关系 尊重中国主权 安全和领土完整 把坚持战略自主 不选边站队的承诺落到实处 中方提议进一步完善涉海联络机制 管控好局势 马克思则表示 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 非方将一如既往恪守一个中国政策 非方将坚持独立自主 不选边站队 愿深化非中友好 扩大合作 加强沟通 妥善处理海上问题 不使其干扰两国关系大局 维护地区和平与繁荣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秦刚 22号与菲律宾外长马纳罗举行会谈 两国承诺加强联系 并且保持合作势头 秦刚在开幕致辞中称 很高兴应邀访问菲律宾 可以看出中非双方都高度重视两国关系 他称习近平主席 今年年初会晤访华的马克思总统时 双方为新时期中非关系发展 固化了蓝图 中方愿同非方一道 把两国元首的共识落到实处 把稳中非友好大方向 维护两国关系大局 延续传统友谊 本着奉信守诺协商对话的精神 妥善处理分歧 为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的福利 也为地区和全球和平稳定注入更多正能量 当前国际地区举论交织 中非关系保持健康稳定的发展 不仅符合人民的心 也符合地区国家共同 非兵外长马纳罗称 中非今年成功举办了 第23次中非外交磋商 以及第7次海上问题双边磋商机制的会议 展现了双边关系的活力 双方可以共同努力 为2025年两国庆祝建交50周年 做好准备 马纳罗还称 中非两国元首今年初达成了共识 认为海上问题不是双边关系的全部 个别分歧 不应阻止双方寻求有效管控分歧的方法 不应影响菲律宾人民 特别是菲律宾渔民的合法权益 马纳罗还指出 过去几年 中国一直是菲律宾的最大贸易伙伴 非方希望能够同中方密切合作 让两国经济关系多样化 缩小两国贸易逆差 非方也期待早日实现 马克思总统访华时取得的投资承诺 他称基础设施领域 也是中非经济合作的关键领域 菲律宾的多建好建计划 与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吻合 期待中非基础设施项目早日完工 除了双边合作之外 两国外长还就战略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 马纳罗重申菲律宾坚持一个中国政策 同时对台海紧张局势升级表示关切 他还强调菲律宾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 旨在确保地区的稳定和繁荣 马纳罗还称 马克思总统今年初成功访华为双边关系打下良好的基调 相信今年将取得更多进展 他还称非方运同中方共同推进双边关系向好发展 落实好马克思总统对非方的指示 凤凰卫视剧院方菲律宾玛尼拉报道 我们再来继续的关注一下苏丹的相继撤侨 因为苏丹的交战双方持续战斗 多国相继撤走外交人员 苏丹的军方表示正在协调安排以军用运输机 将美英中国等外交人员来进行撤离 他们将会从喀图木离开 有目击者表示 喀图木的街上非常的冷清 大部分的居民被困室内 当地的机场成为了受到攻击的目标 沙特政府22号宣布成功从苏丹接回了部分的公民 苏丹首都喀图木多地持续交火 多国相继撤走公民及外交人员 沙特阿拉伯政府派遣军舰 接走希望离开苏丹的沙特公民及其他国民 首批人士包括50名沙特公民 已经在22号抵达沙特吉达港 他们当中有不少儿童甚至是婴儿 当地媒体报道 另外还有4艘从苏丹出发的船只 共接在来自11个国家的108人 稍后也将抵达吉达港 至于中国驻苏丹使馆就统计 中国公民撤离意愿 并呼吁要继续密切关注形势 保持高度警惕 加强安全防范 保障人身安全 苏丹军方就表示 武装部队总司令布尔汉已与多国领袖通话 讨论有关安全撤走侨民及外交人员的请求 军方正协调安排用军机撤走 美 英 中及法国的外交人员 快速支援部队就称将努力开放人道主义走廊 以便离公民的流动 并确保所有国家都能安排其国民撤离 目前已经有大约1万至2万名苏丹民众逃到邻国乍德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认为 数次会陆续增加 预计可能会有10万人逃到乍德 而连同苏丹过往的冲突 至今已有40万苏丹人遍布乍德边境地区的14个营地 苏丹冲突已经进入第二个星期 双方上周两次试图停火 但都失败 趁着开斋节再尝试停火72小时 苏丹武装部队副参谋长指责敌方 在休战开始前就已经违反有关协议 所以根本就没有休战 喀图木和比林城市的居民表示 当地国家广播公司附近发生空袭 军队总部在内多个地区也爆发枪战 有地区已经断水断定一星期 对局势发展感到恐慌 苏丹医生工会就表示 在冲突地区已经有超过三分之二的医院停止服务 而联合国就有消息称 至少十辆世界粮食计划署的车辆 和六辆食品卡车被抢掠 凤凰卫视松河报道 上后回来带您关注更多消息 一会见 欢迎回来再来关注俄乌局势 俄乌战事时区当中 俄军城正在夺取巴赫木特紧于由乌军控制的西部地区 而乌军则指出当地的形势仍然可控 另一方面西班牙向乌克兰提供的首批鲍尔坦克开始浮运 但是这批坦克要经过改装和测试 才能够投入战场 俄罗斯国家电视台21号发放俄军在巴赫木特战场作战的画面 俄罗斯国防部当天表示 突击部队正在争夺 巴赫木特目前唯一由乌军控制的西部范围 空降部队则在侧翼支援 乌克兰第五频道也播出片段 显示乌军夜间乘装甲运兵车进入巴赫木特巡视 乌克兰国防部副部长马利亚尔承认 俄军在巴赫木特取得一定进展 但称乌军正在进行防御和主动突击行动 巴赫木特形势紧张但可控 在巴赫木特作战的俄罗斯雇佣兵组织瓦格纳集团 其领导人普里哥任就表达了对乌军反攻的忧虑 他指出 瓦格纳士兵正歼灭那些在乌克兰接受训练的乌军 但在德国受训的乌军将具备更高的技术 他预测当雨季过去 泥泥的地面开始变得坚硬时 乌军将发动反攻 据报乌克兰最高拉达议员乌斯基诺瓦表示 乌军原本打算于4月发动反攻 但因缺乏武器无限期推迟行动 他又表示 美国提供的武器数量远低于乌方提出的需求 另外西班牙21号向乌克兰运送了第一批 德国制鲍2主战坦克 首批6辆鲍式2A4坦克 连同20辆装甲车 用货船搭载 从西班牙桑坦德港发往波兰 将经过波兰转运至乌克兰 这批坦克据报自上世纪90年代后 就未曾使用过 一直放在仓库中封存 因此需要先经过改装和测试 才能投入战场 西班牙一共将向乌克兰提供 十辆鲍式2A4坦克 国防大臣早前表示 第二批四辆鲍2坦克正在翻新和修理 预计将在未来数月内运抵乌克兰 凤红卫视综合报道 俄罗斯雇佣兵瓦格纳集团创始人 普里格任22号表示 目前谈论在巴赫木特对乌军建立包围圈 还为时过早 另外根据报道 乌军在巴赫木特使用了无味毒气弹 大量稀物的前线人员呈现了癫症症状发作 俄军的防化部队已经取杨调查 来看一下本台记者发自巴赫木特的现场报道 星期六 瓦格纳专家在电报频道上透露 乌军对巴赫木特西区攻击的瓦格纳团队 使用了毒气弹 这些化学弹是通过迫击炮发射 和在一些核心共识正面所设立的气瓶 引爆挥发 或者是在故意放弃的战壕中进行了喷洒 大量吸入的攻击中毒人员曾颠纤状发作 并失去了战斗力 目前俄军还不能断定核种的化学成分 但是俄防化部队已经取样进行认证 乌克兰军队在这个区域是集中了30个旅 包括两个坦克旅 每个旅的坦克各有90辆 当然了到目前为止 乌克兰军队还是继续在巴赫木特的西区 组织一个顽强的抵抗 周六 巴赫木特战场的态势是 瓦格纳基群继续向城区西线缓慢进行推进 由于西区九层楼居民点众多 乌军将坦克隐藏在居民区之间的攻势内 人员部署在九层楼各层面的火力点 尽管瓦格纳基群目前切断了 恰索夫亚尔通向巴赫木特主要交通线的数百米 但是首城的乌军还有一条通过 克拉斯诺定居点以及农村土道的后勤部级线 以及其他田间的拖拉基农道 由于顿巴斯地区目前雨季 现在只有履带式的车辆可以在这些道路上行驶 星期六的当天 战斗还发展到0506号高速公路的另一个路面 这是由俄散兵76空降师发动 过去0506号公路对乌军来说 是一条相对安全的道路之一 通过这条道路可以从巴赫木特市区 运送物资和增援的部队并转运商员等 但是目前已经遭到了俄罗斯炮火的严重破坏 俄罗斯专家表示 目前在巴赫木特周边的亚利桑德洛夫卡 康斯坦丁诺夫卡 普雷德奇诺 尼古拉伊夫卡和杰尔任斯克定居点 集结约8万多的乌军预备队 但是其中只有30%是老兵 其余的军卫没有经验的动员力量 战斗力被严重质疑 凤凰卫视卢语光 拉曼 伊万 巴赫木特的报道 在与乌克兰接壤的俄罗斯西部城市 比尔哥罗德 当局22号发现了爆炸品 因此协助超过3000人暂时撤离 在爆炸品被安全引爆之后 居民已返回家园 俄罗斯当局在比尔哥罗德的住宅区 发现爆炸品之后 移走附近的车辆 并且协助居民进行疏散 同时封锁现场 地区州长表示军事爆破专家 检查了爆炸品之后 决定在一个训练场将它引爆 所以要疏散方圆200米内 17栋公寓楼的居民 根据初步的统计 有3000多人 而专家把爆炸品顺利的引爆之后 居民已经返回家园 在发现爆炸品的地区 两天之前 有一架俄罗斯战机意外地投下了一枚武器 引致爆炸 并且炸开了一个大坑 造成三人受伤 目前尚不清楚 这两起事件是否有关联 俄罗斯外交部 22号在官网上发表声明 强烈谴责德国当局 驱逐俄罗斯驻德国外交官 破坏双边关系 俄罗斯有专家认为 德国正在效仿美国 并且呼吁西方各国能够更加的理性 减少鲁莽行事 俄罗斯外交部22日在官网上发表声明 表示 德国当局已决定再次大规模 驱逐俄罗斯驻德国外交官 俄罗斯对此表示强烈谴责 并指出 此类行为正在破坏双边关系的全部政策 包括其外交层面 而作为对柏林敌对行动的回应 俄罗斯方面决定照搬被驱逐在俄罗斯的德国外交官 并大幅限制德国驻俄使馆雇员的最大人数 据俄罗斯媒体最新的报道 目前 在俄罗斯工作的德国外交官大约有90名左右 俄方正在驱逐的人数已经超过三分之一 根据德国的说法 驱逐俄罗斯外交官的目的是减少该国的钱包存在 俄方则斥责德国外交部长布尔伯克有间谍狂热症 德国驱逐俄罗斯外交官事件在俄罗斯引发热议 俄罗斯国家杜马事务委员会主席斯鲁斯基认为 德国越来越效仿美国 但是却并没有效仿双边对话中 最具建设性的方法 而滥用驱逐外交官的手段 只会导致关系持续恶化 此外 俄罗斯有专家认为 在当前的形势下 不排除欧盟其他国家会效仿德国 实施新一轮大规模驱逐俄罗斯外交官的可能性 此外 俄罗斯也有可能在经济 通讯和信息领域 对柏林进行限制 有专家呼吁 希望西方国家能在驱逐外交官事件上更加理性 减少鲁莽形势 早前 德国外交部长布尔伯克计划宣布 30多名驻柏林的俄罗斯外交官为不受欢迎的人 德国安全部认为 这些俄罗斯公民利用外交身份 非法收集政治 经济 军事和科学信息 随后进行破坏和传播虚假信息 作为回应 俄罗斯外交部宣布 对驱逐外交官的强硬回应已准备就绪 凤凰卫视 引力 莫斯科报道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香港电台的相关报道 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指出 市场对人民币和卢布有需求 称俄方未来会打算放弃欧元和美元 他表示目前的趋势发生了变化 美元或是欧元使用少 考虑到目前使用这些货币结算存在着问题 在结算当中将会转向尽可使用本国的货币 诺瓦克又表示说 在中国的合作伙伴 已经开始使用人民币支付天然气 对部分的石油也是如此 中国也用卢布支付 俄罗斯将会继续地改善 以本国货币进行相互结算的关系和体系 诺瓦克早前已经指出 以本国货币进行交易结算比例的份额将会增加 人民币 印度卢比 土耳其里拉和俄罗斯卢布交易量正在增加 而这类的本币交易的结算机制 在市场上变得越来越普遍 我们再来看一则今天香港星岛日报的报道 提到了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 正在调查中情局 也就是CIA 疑似涉嫌阻挠内部人员 举报职场性侵和性骚扰 根据报道呢 有数十名的中情局女职员 遭到男同事伸出狼爪的案件 均未获得妥善的处理 也是被形容为中情局MeToo运动 也就是反性侵运动 那么政治新闻网就披露说 今年一月份以来 已经有至少三名的中情局女性职员 向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反映了此类事件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 墨西哥总统洛佩斯 21号表示 墨政府绝不接受 美国以打击墨境内的 有组织犯罪为由干涉其内政 此前美方提出一项 允许美国武装部队 在墨西哥境内打击贩毒集团的倡议 洛佩斯21号在出席 维拉克鲁斯港爱国保卫战 109周年纪念活动时表示 墨西哥有足够的能力 应对国内犯罪问题 绝不接受任何外来干涉 他表示不接受干涉主义 不要任何人名义上的帮助 墨西哥是费尽代价 才维护住国家主权 他说墨西哥打击犯罪 是墨西哥人自己的事 在共同打击贩毒等议题上 墨政府寻求合作而非服从 峰会室综合报道 巴西总统卢拉22号 继续欧洲执行的第一站 对葡萄牙的国事访问 分别与葡萄牙总统德索萨 和总理科斯塔举行会谈 卢拉并在记者会上 为自己近日有关俄乌冲突的言论 进行辩护 卢拉率领巴西代表团 与葡萄牙总理科斯塔 带领的政府官员 拍摄大合照并举行会谈 卢拉会后表示 他向科斯塔表明 他们将致力于达成 欧盟与南方共同市场的 自由贸易协议 葡萄牙在当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希望能证明他们可以成为 一个伟大的经济集团 卢拉还表示巴西在前总统 博索纳罗统治下 完全与世界分割 可能是地球上最受排斥的国家 很高兴现在巴西回来了 两国领导人会后见证 13份合作协议签署 涵盖科技 能源转型 旅游 文化及教育等领域 巴西防长表示 两国飞机制造商将合作生产 符合北约要求的飞机 当天稍早葡萄牙总统 德索萨在里斯本帝国广场 迎接卢拉及其夫人 两国元首共同检约仪仗队 并观看分裂事 两人共同见记者时 卢拉谈到俄乌冲突 并为自己近日的言论辩护 她表示 很清楚什么是侵略 什么是领土完整 认同俄罗斯犯了错误 已在联合国所有相关决定中 做出谴责 卢拉强调 她不需要讨好任何人 只想把俄乌双方带到谈判桌上来 目前不会访问俄罗斯或乌克兰 除非有机会缔造和平 德索萨表示 葡萄牙曾对巴西 做过不太好的事 但是现在是时候展望未来 巴西曾是葡萄牙殖民地 而葡萄牙目前居住着 超过25万巴西人 卢拉希望借此次访问 加强与这个欧盟成员国的关系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希腊总理米佐塔吉斯 22号向总统提交解散议会请求 并且宣布将会在5月21号进行大选 希腊总统萨克拉罗普卢 在雅典与米佐塔吉斯会面时 批准了他提出4月23号解散议会 并且在5月21号举行选举的请求 预计在当日下午 总统将会根据希腊宪法 发布相关的总统令 而原本任期7月才正式结束的 米佐塔吉斯 3月下旬就已在内阁会议当中 宣布选举日期 民调结果显示 米佐塔吉斯的新民主党 和主要反对党激进左翼联盟 都不太可能赢得议会多数席 米佐塔吉斯表示 他希望人民充分参与选举 如果第一轮胜出的政党 无法组成联合政府 第二轮的投票将会于7月初举行 稍后回来带您关注更多消息 一会见 欢迎回来 正在大湾区内地城市访问的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 及部分立法会议员 22号的下午到深圳前海深港青年梦工厂 与在那里创业工作的香港青年进行交流 李家超指出 将会提供更多的创业支援 帮助香港青年在前海发展 有参与交流的香港青年表示 交流期间 李家超不断为他们加油打气 也有议员指出 将会推动两地政府在政策上 给予他们更多的帮助 青年发展是这次由香港特区政府 及立法会大湾区联合访问团 其中一个重点考察范畴 访问团团长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 带领由立法会主席梁军燕 担任副团长的一对 22号下午来到前海深港青年梦工厂 在他为前逐一聆听 在这里创业的香港青年 介绍各自项目 之后更是坐下与他们查续 面对面对话交流 了解他们的发展和工作情况 整个过程持续超过一小时 李家超表示 特区政府将为香港青年 提供更多创业支援 加深他们对内地青年双创基地 和双创政策的认识 帮助青年在前海发展事业 成就梦想 我是非常重视青年发展 青年是我们的未来 但是我亦都重视双向的 就是说我很鼓励不同的青年 青年是走出去的 走出去当然去大湾区 我们国家这么大的复原 甚至去世界 因为我们都是香港一个国际城市 我也都希望不同的地方都来香港 所以我是鼓励双向流动 这个也是香港作为国际城市的独特优势 李家超离开时被赛场青年簇拥住 一同自拍 青年们送他上扶梯 彼此挥手告别 大声说再见 不少青年兴奋地展示出 与李家超的自拍照 并指特首如此亲民 唱出想象 其实在电视上看到特首可能觉得 可能是一些政治人物 可能觉得很严肃 但其实在真的亲身去见到之后 其实觉得特首都是很nice 都是很关心我们青年人 我们青年想和他合致 或者想和他交流 聊天 其实他都很愿意停下来听我们的诉求 其实是给我们感觉特首是很亲切的 也都被特首了解了我们的香港青年 在前海一些创业的机遇 我觉得交流过程也都很顺畅 而特首也都给了一些很好的feedback 我们他都很支持我们在前海这边的发展 青年们还表示 在与议员们交流时 反映了他们目前在内地工作 创业期间 在交通以及证件使用生活配套方面 存在的不便 议员们纷纷表示 未来将推动两地政府 在政策上给予他们更多帮助 孟工厂游深圳市前海 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管理局 深圳市青年联合会 香港青年协会三方共同发起成立 于2014年正式运营 青海深港青年们工厂 被誉为香港青年来到内地的第一站 截至到去年的12月底 这里共浮化了创业的团队 总共达到了631家 当中来自港澳以及国际的团队 就有406家 而香港的团队就占了355家 复合卫视金小飞杜伟安深圳报道 香港特区政府及立法会大湾区访问团 22号到访深圳企业比亚迪和腾讯 访问团副团长 香港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 两间企业都持有高端科技 发展先进 访问具有启发性 他认为香港未来在科技发展过程当中 要有政策配合 让市民受惠 香港政务司司长陈国基 在回顾22号行程时表示 参观比亚迪公司时 由市座采用纯电动及架空的云巴系统 所造成的空气及噪音污染都低 认为很适合香港 应用在香港发展密集地方是好事 但强调正要研究 他也欢迎不同制宿公司参与香港项目镜头 让香港拥有更多选择 另外参与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的腾讯公司方面表示 在计划下 共聘请了香港60多名青年 接下来还会考虑扩展至参与过 共创明天计划的学生 等候他们长大至合适年龄时加入 陈国际形容是个好机会 今天我很开心 有机会跟部分我们香港的青年人聊天 他们给我的说法 他们告诉我 在深圳的工作是很开心 也都是学到很多很新的科技 我们很有啟发的就觉得 这个计划能够帮到我们香港的青年 在内地的就业的 这个是很好的一个机遇 另外 有参与考察的香港立法会议员也表示 多年前曾分别参观比亚迪奇同区两间公司 认为他们的进步速度令人惊讶 期待随着社会进一步发展 有更多新合计得到广泛应用 对于此次考察行程中 参观南投古城的安排 香港立法会议员表示 相关行程有助帮助大家更好地认识深港一家亲 其次对于活化历史建筑也有了更深层次的了解 凤凰卫视王金璐 汤锦强深圳报道 那么有关于更多香港特首李家超 社团访问大湾区城市的最新消息 马上连线在佛山现场的特派记者王金璐 去了解一下 金璐早上好 杨子早上好 金璐李家超是如何总结访问大湾区首站的深圳之行的 另外访问团今天又有哪些行程安排呢 好的 我们了解到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 所带领的一个由特区政府和香港立法会议员 组成的这样一个大湾区访问团 昨天的时候是到访了深圳 其中包括多家创合企业 像是大疆 腾讯以及新农园企业比亚迪等 另外就这个前海的深港青年梦工厂和南投古城等 考察团也进行了访问 在这样的参观过程当中 香港特首李家超就表示说 整个的访问过程让他更感受到了是深港一家亲 深圳和香港就像是兄弟城一样 既有兄弟情 也有兄弟旺 他并形容了这个特区政府和深圳市政府的交流当中 发现了很多的共识 接下来会更深层次的深化合作 并指示相关的政策局进行一个跟进 而对于今天的行程 我们也知道消息指出 整个大湾区是分出两个团 分别是在东莞以及佛山 我这边就是佛山 在今天上午的时候 香港特首李家超就会首先在东莞一面 对于东莞的物流员和企业华为进行一个考察访问 下午的时候则会来到佛山 对佛山的城市大脑和其他的创科企业进行访问 等到晚上的时候并会参加佛山市政府领导准备的一个这样的招待晚宴 那届时如果有更多的消息 我们也会为大家持续关注 因为接下来我们再有20分钟就要开启今天的行程了 所以先把时间交换给杨子 好的了解 谢谢京都 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鬼卯年皇帝顾礼拜祖大典 22号在河南新镇皇帝顾礼举办 现场大约2500名的嘉宾出席 共拜十祖轩辕皇帝为中国和世界祈福 4月22日农历3月3早上9点50分 伴随鸣炮21响 皇帝顾礼拜祖大典九项移程正式开始 这届皇帝拜祖大典是三年疫情来 首次恢复线下拜祖 多次在国内影视及大型文化活动中 担任礼仪指导的张晓龙称 现场的仪式感让中国人更有民族认同感和凝聚力 拜祖大典呢 我们到今天 我们所有人来观礼的人 我们在现场的人 都能够深刻地感受到 他对我们的震撼 我们的感动 我们作为一个中国人的这种自豪 其实这也是一个民族凝聚力的 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教育 有这样的传承 才能够让我们的年轻人更加的文化自信 其实我们说生活需要仪式感 那我们通过这样的仪式 让我们更加的紧密 世界各国有很多国家都会有这样的 我们敬拜宣言皇帝的这样的仪式 就是为了让我们紧紧地团结在一起 让我们心在一起 敬献花篮 敬首上香 行师拜礼之后 现场由12届全国政协副主席齐旭春担任主拜人 拜读拜祖文 来自港澳台和内地的歌手 与56个民族的演员等高唱皇帝颂 最后现场放飞几千之和平歌 几万个红气球 表达对天地人和的期盼 我们希望能够结合地域性文化性和时代性 来体现中国当代的纪念性建筑 那比如说我们从规划上 是遵照这个传统的一些礼制 以这个中轴去统领整个园区 打造一个全球华人的精神家园 我们是希望表达 一个是中国气派 一个是文明力量 还有就是时代格局 三年疫情之后 今年首次恢复现场败族 虽然现在的室外温度只有6度左右 但是现场的气氛非常热烈 特邀了嘉宾近500名 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 另外境外的败族大典 也是越来越有影响力 今年3月3期间 港澳台 美国旧金山 英国伦敦等7个地方 也会陆续举办败族大典 表达民族认同 文化认同之心 澎河维时张孝吴之辰 河南新政报道 新北市长侯友宜 结束四天三夜新加坡执行 22号的晚间 返回台湾 随即马不停蹄地赶往警察局 关心近日一连串的重大治安事件 要求全力压制犯罪 被问到如果马上被国民党征兆 会不会参选2024 侯友宜表示 对所有挑战无所畏惧 结束四天三夜新加坡行 侯友宜22号晚抵达桃园机场 并在机场发表讲话 侯友宜此行会见了 被视为新加坡总理接班人的副总理黄勋才 还拜会了新加坡经发局等 被问到此行的收获 侯友宜这样回应 当被问及倘若被国民党征召将会如何回应时 侯友宜表示无惧挑战 新北市近期发生几件重大枪击案 侯友宜反台后 随即马不停蹄赶往警察局 关心侦办进度 也为警察加油 我要求警察局行到各分级统合犯罪小组 对所有的幕后犯罪集团绝对要穷追猛党 毫不放弃 一定要前例压制犯罪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国民党台北市第七选区 即信义南松山选区的立法委员初选结果22号揭晓 现任台北市议员徐巧新 在党员投票和电话名票两个环节都击败了现任立委费洪泰 最终赢下了引人关注的心肺大战 在占比为三成的党员投票当中 徐巧新获得了763票 费洪泰获得了762票 徐巧新是以一票的优势显生 而在占比为七成的电话民调环节 两家的民调机构的结果都显示 徐巧新的支持率更高 徐巧新赢下初选之后 呼吁国民党的支持者团结起来一致对外 费洪泰则是对初选的结果表示失望 称对国民党日后的整合感到担心 徐巧新赢下心肺大战之后 将会在立委选举当中对决民进党立委徐淑华 稍后回来带您关注财经方面的消息 一会先 欢迎回来 第六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21号在法国举行了专场推卸会 与会的法国商业和企业家代表 都期待通过金博会的平台 继续扩大在相关领域的对华出口 进一步加深双方的交流与合作 作为进博会的常客 前五届法国每届平均都有超过80家企业参展 中法双边贸易连续两年超过800亿美元 列入中欧地理标志互认清单的法国产品 达到59个居欧盟国家首位 近年来随着中国消费和产业的加速升级 已经有2000多家法企深增中国市场 而对于即将举办的第六届进博会 法国商业和企业代表都表示 持续看好中国市场 并期待进一步加强对华合作 中国是法国在亚洲的第一大贸易合作伙伴 法国高度重视对中国市场的出口 尤其是在农产品方面 第六级进博会 法国将制造有15家农企参展 进一步加强双方在农业领域的交流合作 富航卫视金梁茉野 巴黎报道 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香港大公报的报道 提到了台湾地区经济事务主管部门 20号公布的数据显示 台湾三月外销订单额 是为465.8亿美元 同比减少了25.7% 这是台湾外销订单连续第七个月负增长 也是遭遇了七连黑 那么第一季度累计外销订单 1362.2亿美元 同比减少了21.3% 就连台湾出口最主要支柱的IT企业 最近三个月的业绩 也是出现了十年来的最大下滑 那么为此呢 岛内有研究的机构大幅下修 台湾今年的经济增速预期 有专家指出啊 民进党当局配合美国反华势力 对大陆进行脱钩锻炼 打压封堵两岸经贸的错误政策 已经出现了反噬自身的恶国了 那么再来关注到的是 为了将香港打造成为全球领先的数位金融中心 香港特区政府近期出台了一系列的措施 推动web3生态圈的发展 后疫情时代 拥抱web3的这些举措 也开始吸引了不少曾经转战新加坡等地的人才和资金 回流香港 寻找新的机遇 香港与新加坡再成为金融科技中心的争夺商 竞争向来激烈 当下火热的新一代互联网web3领域表现尤为明显 对于亚洲不少web3从业者而言 如果说2022年初的烦恼是要不要去新加坡 最近一段时间则是要开始思考要不要去香港 不到一年web3行业的人才资金流风口开始有了新的转向 除了疫情阴影退却的原因之外 两地行业政策的新变化是重要原因 从去年底新加坡对加密行业的监管开始一路收紧给行业降温 相反香港则是不断释放出积极信号 去年10月香港公布虚拟资产发展政策宣言 致力吸引全球的虚拟资产行业到港发展 当时就已经开始出动圈内的神经 今年4月香港web3.0协会正式成立 亲自出席仪式的行政长官李佳超表示 专为虚拟资产服务提供者定立的新的发败制度 将于今年6月实施 香港要敢于成为这波web3创新浪潮的引领者 不久前刚刚落幕的2023香港web3嘉年华 汇聚全球各地的web3爱好者 是香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加密货币活动 成为香港拥抱web3的一个高光时刻 业界评价说 香港目前已经拥有支持性的监管环境 充满活力的加密货币开发商和交易所社区 生态环境正在日序完善 如今在香港街头已经并不显见的 加密货币自动过原机就是一个小小的缩影 目前香港是全球加密货币自动过原机密度最高的区域 通过市面这样的机器用手机 就可以进行24小时的加密货币的买卖 甚至可以直接来提取现金 有香港的从业者表示 随着疫情阴影散去两地通关 特区政府近期一连串放大招的举措 已经出有成效 吸引了不少内地和海外投资者的目光 现在都比较多内地公司就想和我们合作 都关于一些比特币ATM或者其他OTC的服务 我们就来开放Red Free的市场 我们香港成立了Red Free协会 都很多亚太公司和内地公司都会想和我们合作 马来西亚 新加坡都会有的 长期扎根新加坡经营区块链业务的平台创始人 焦光明刚刚参加完香港的嘉年华 不久前也在香港注册了公司 他介绍说2022年的一二级度 确实是加密货币从业者前往新加坡的高峰期 不过不到一年开始退潮 相比之下香港政策环境的友好 正在形成行业的急剧效应 是近期身边不少同行开始转战香港的原因之一 后疫情时代可能整个的包括美国的银行的暴雷 还有现在新冷战包括这些恐慌的预期 就大家可能都在寻找一些自己觉得合适的避风港 就是其实把自己的资产 或在一些合理合规的 因为香港颁布了很多有利于外博山的这种政策 那可能大家觉得那更适合我 更友好 那可能大家就去了 实际上还是想把钱也好 或把人也好 是放在一个更安全的地方 背靠祖国连接大湾区 带来资金人才流动的便利 也是不少圈内人士看中香港的地方 相比之下 新加坡生活和创业的高成本 也是这批所谓逃离新加坡者烦恼的原因 新加坡物价近期一路水涨船高 核心通货膨胀率1月份升至5.5% 创15年以来新高 房租方面 焦光明介绍说 短短几个月租金涨幅将近一半 消费市方面香港也略微友好 而其他政策层面 例如人才签证方面 新加坡的门槛也在不断提高 焦光明身边的朋友 有人还在观望 有人已经做出决定 发展web3 新加坡布局确实早过香港 有人说错过互联网发展黄金时期的香港 正在奋起直追 在这场以虚拟资产为核心对象的金融变革中 努力找到属于自己的一席之地 凤昊卫视赵龙 季思青 香港报道 五一马上就要来了 来看一下今天香港文汇报的相关报道 距离内地五一黄金州 还剩下约一个星期的时间 那么面对香港与内地全面恢复 正常通关后的内地首个黄金州 香港旅游业的缆客攻势 进入到了冲刺的阶段 香港文汇报近日统计发现说 越接近劳动节的假期 香港酒店的房价就越是海鲜价涨涨涨 比如说内地无一长假的首天 多区的酒店房价较平日 是最多上升近四倍 对此新任香港酒店业主联会 执行总干事徐英伟 日前在接受访问时就解释说 大批的内地旅客期间 将会以个人有的方式返港 而全港的酒店平均预定率 是高达七成之多 所以酒店的房价因而被拉高 但是升幅仍然在可接受的范围之内 有旅游业的人士就坦言说 香港酒店的房价三级跳 再加上旅游吧等成本 所以五一香港团团费上扬 影响旅行社的收客 所以估计说五一的团客 会比疫情之前流失三四成之多 再来看到的是 今天香港大公报的一则报道 提到了受经济不景气的影响 韩国房地产市场是濒临爆雷 其中全租房成为了重灾区 迄今为止已经有三名的全租房诈骗受害者 自杀身亡 韩国总统尹熙月早前表示 这是典型的对弱势群体的犯罪行为 并且下令停止牵涉全租房诈骗案件的 房屋拍卖程序 有分析就指出 由于美联储不断加息的外移效应 韩国房地产市场是受到了重创 房价下跌 韩国全租房的租户和业主 都需要向银行支付更高利息 令双方都不看正负 那么全租房是韩国特有的一种租房模式 也就是说 租客一次性交给业主 房屋价值约70%的押金 就可以免房租 在此居住两年的时间 那么业主将押金存入到银行 来收取利息 或是用于投资 收益取代房租 等到租约到期的时候 再把押金全数的退回给租客 稍后回来带您关注更多消息 以后见